各種籃籃 Rouxel 字幕版蔡佳 現在就來介紹剛剛所提到的 biggest 一與二次或是說 Abb嗎 然後順便洗褲子的 algorithm 我們同時把這個 변野 priests and Durbin 可能他同時能夠把 linear prediction 的 coefficients a 跟反射率我們剛剛講的 refletances 是 k 的這些係數 一步到位 透過一個 double loop 的結構 在這張圖片裡面 待會會跟各位仔細來做介紹 好嗎 所以它的最後的結論是 它很 surprisingly 相當令人驚訝的 相當神奇的 它在這個 p 平方的這種 order 這個 computation load 之下 就解決了整個反矩症的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怎麼做到 首先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我們要在這個 algorithm 你必須要告訴 我們必須要知道的東西 是這個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好嗎 就是這個 speech signal 如果把它 假設成是一個 cross-site stationary 那我們可以去推估 它可以去估計它的自己 跟自己的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這個 function 需要知道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Overall 這個大的結構好了 在這個演算法裡面 我們首先請各位關注 它是有兩層的 潮狀的這個 for loop 的這樣結構 好嗎 那這個外圈的 for loop 我們從 i 要從這個 第一輪 第二輪 到第 p 輪 所以這邊 i 這個 index 我把它想像成是 好像是經過一個回合兩個回合 到 p 個回合 最後能夠把全部答案算出來 但是要通過 p 個回合 那麼在每一個回合裡面 它這個精神是這樣 在每一個回合裡面 它會暫時算出現在 最好的這個 linear prediction coefficient 在這個回合之下 所以第一個回合 只會算出一個 coefficient 第二個回合會根據上一次 所算出來的結果再來 update 就算出兩個 coefficient 第三次算出三個 coefficient 到第 p 次才把全部 p 個都算出來 所以它的這個結構是這個樣子 從來看一下細節 那這裡面它的這個 比方說我們現在在第 i 個回合 在一開始會去定義一個 approximation error 就是在完全不做現行估計的時候 沒有任何估計 那 approximation error 就會是自己本身的這個 它的 variance 就error的 variance 這個吵起了 e 代表 error的 variance 這現在估計的這個 error的 variance 那當然就會等於這個 auto-creation function 去這個 time 等於 0 的地方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說呢 然後從這個第一個回合開始 在每一個回合的時候呢 我們會先去經由這個 這個 auto-creation function 在這個第 i 個點的這個值呢 以及之前上一個回合所得到的 這個係數的結果 在中間做一些這樣的線性組合的話呢 我們就會發現說呢 在處理上一個回合 上一個回合所估計出來的 error variance 這樣的一個公式呢 就可以讓我們求得現在這個回合 這個最新的這個 最新消息就是最新的這個 這個回合所對應到的那個 k 的 reflectance 這個係數 好嗎 那並且呢 現在這個回合暫時的最後一個係數 a i i i 是代表這個回合 上標的這個 i 代表這個回合的這個 第幾回合 那在這個回合裡面的最後一個 coefficient a i i 這樣 它就把它設定成剛剛算出來的 這個最新的這個消息的 這個 lattice coefficient k i 好嗎 那所以這樣我們看下去 那如果是第一個回合的話 那就直接跳過這個 if 的敘述 因為 i 這邊 那直接跳出來的話 我們就在每一個回合的時候呢 要去更新 現在經過了一個比較 好像更好的估計以後呢 現在的這個 這個回合暫時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就有希望可以把這個 上一個回合的 error variance 做一個 能夠再把它做精進 就 1 減到 k i 的這個平方 好嗎 那麼所以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到說 在最後一個細節就是說呢 如果在第二個回合 第三個回合的時候呢 我們怎麼樣來更新說 這個回合它所估計出來 linear prediction coefficient 要怎麼樣來 來根據之前的結果來做 update 那這個就是牽涉到 這條式子所告訴我們 現在這個回合的每一個 coefficient 從 j 到 1 到 i 減 1 這裡面每個 coefficient 要根據上一個回合的 coefficient 然後減掉這個 剛剛才剛算出來的 k i 乘上 也是上一個回合的 coefficient 兩者之間的線性組合 所以這樣的方程式呢 所以說呢 這個就是這條方程的目的 就是要來更新整個 現在這個回合 我們最佳的這個 linear prediction coefficient 的這個估計值 好嗎 所以再次回到說呢 所以最後這個步驟 剛剛已經提到過 這就會是現在這個回合的 這個 prediction error 它的這個 square 它的這個平方的期望值 它的這個期望值 好的 所以那最後呢 所以這邊有各位看到 這個潮狀的這個 double for loop 的結構呢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是不是 這個 double for loop 它總共要跑多少次的這個 多少條方程式 那個 order應該就是 p 平方 因為我們是潮狀結構 就只有 p 平方次的這個式子要算 當然每個式子可能做若干次的 有限多次的這個乘法除法的事情 但是呢 我們這邊看到說 這個清清楚楚的 這個 Levinson Derbin 的 algorithm 它的這個 competition load 的確就是 in the order of p 平方 那最後算出來的結果呢 到 dp 輪全部算完以後呢 我們就把最後一輪的 所取得的這個 linear prediction coefficient 當作是我們最終的 這個 linear prediction coefficient 並且那一步到位意思說呢 在過程中我們順便的把這個 reflectances 這個 lattice coefficient 也全部都一併的算出來 那這裡跟各位提到一個 reference 這個 reference 當然是我們經典教科書 然後在這個 DSP 這個領域 就是一本經典的教科書 有兩位 MIT 的這個教授 所和寫的這教科書 它的這個某一個章節 如果各位想要知道說 這樣子複雜的公式 一個規律的公式 是真的還假的 然後它裡面有更多細節描述 去證明說呢 這的確透過這樣一個 order of p square 的這個 algorithm 的確是可以把 linear prediction coefficient 以及這個 reflectances 這個 lattice structure 的這個 coefficient 兩者一步到位 一次都把它算完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呢 剛剛那個 基於剛剛那個 algorithm 它有個概念喔 各位如果注意到的話 它是一輪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有不斷去更新那些的 這個 reflectances 的 coefficient 那算出來一個 這個 lattice structure 就會是等效的這個 linear prediction 的模型 那所以這裡面有暗示到一個這個結構 因為既然它是一步一步去更新的話 事實上它就具有所謂的這種 好像它是重複一件事情 它具有一種 具有一種遞回的一個關係在 上這一回合的這個 的 coefficient 會取決於上一回合的 coefficient 是怎樣決定 那所以呢 這就暗示了 其實在這個 algorithm 裡面就暗示了 好像就彷彿就暗示 我們這個算出來的這個等效模型呢 會具有金格的這個結構 會具有 lattice structure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們來看這個流程圖喔 它這個流程圖是這樣 如果我們從這個 s of n 當作是要去推估 這一系列的這個 lattice coefficients 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是一步一步來 第一個回合可能只有算到這邊而已 第一個回合呢 使得我們這個 error 的這個 error 的 variance 呢 這個 error signal 能夠精進到 從第一回合的結果到 第0回合到第一回合的結果 然後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就是這個程序是整個是 往右一步一步來的 然後到最後 P 個回合算完以後呢 算出來就會這個 這個誤差就能夠減到 這個 least squared 這樣子 達到 least squared 這樣的目標 所以它就是這個暗示說 每次算出來就會變成是一種 好像模組化的這樣的結構 好不好 因為它是一步一步來的 那所以這個是這張圖 所要告訴我們的事情 那下面這張圖呢 下面這張圖呢 跟上面剛剛的這張圖 這兩張圖之間呢 彼此其實是等價的關係喔 我們可以去稍微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檢查說呢 如果我們把這個 S 放在最左邊這個 這個算出來最後推估出來這個 least squared 也就是 excitation source 這兩個signal的關係呢 一左一右 那這個 這完全等價於下面這張圖 是如果我們把這個 excitation source 當作的輸入的話 那等於是上面這張圖呢 是 S 到 E 的關係 再次強調說它是一個 FIR 的filtering 關係 那如果我們從這個 1 和 N 要回到 S 和 N 呢 後面是一個 IR 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 那這兩者 這兩張圖呢 互相就是 都是等於是等價的模型 就是說 Input Out 把它反外化了 那所以呢 下面這張圖跟上面這張圖 不一樣的地方是 上面這張圖呢 縱使它是一個 Lattice Structure 它完全是 Feed Forward 所謂這個 它所有參數 所謂訊號的流程是往前走的 所以各位看到這裡面 每一個箭頭 那裡面每一個箭頭呢 它都是基本上是往前的方向 但是呢 換到 IR 的結構的時候呢 由發信號要回頭去產生這個 合成這個 Speech 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有些箭頭 就有些箭頭是向右 但有些箭頭是向左 反射回來的 所以說呢 總而言之我們利用這個 Levinson Derbin 的 algorithm 所算出來 reflectances 這個 Lattice Structure 就完全可以跟 multi-tube 的 model 也能夠做第一的對應 好嗎 那所以這邊呢 接下來跟各位提示一下 這個分享一下 有幾個這個有趣的 property 那第一個 property 就是注意到說 這個 Levinson Derbin 的 algorithm 它所算出來的這個 Lattice Coefficient 正好它具有個很漂亮的性質 它這所有的 Lattice Coefficient 絕對值得到 當然都是時數 那或是正的或是負的 但是這所有的 Lattice Coefficient 經過 Levinson Derbin 的 algorithm 算出來以後呢 絕對值很小於1 很小於1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的好處是它會 這個就導致說呢 我們所算出來的這個結構 作為一個 IR 的 Filter 它會是一個 Stable System 反射率都很小於1 會代表一個 Stable System 這怎麼樣來解讀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萬一不是這樣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萬一說如果在某一個管節 就比方說在第一個管節 這個第二個管節好了 就前面比方說有個管節 它可能它的這個反射率大於1了 也許不知道怎麼算 算一算大於1 那大於1的結果的情況 就有可能說呢 如果我們仔細來看 這個訊號的流程 某個訊號跑過來這邊 反射回來 然後再反射 這會變成一個無窮的迴圈 那本來就是一個無窮迴圈 但是如果在這個無窮迴圈 它任何一個 如果有學過控制系統的話 這個控制系統裡面 如果有一個 Feedback Loop 它的這個 Loop Game 是大於1的話 會造成整個會這個 Divert 整個 System 的 Response 會 Divert 所以這邊說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需要 Worry 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在Links and Derby 算出來的 所有的這個 Lattice Coefficient 都 Guarantee 它都保證能夠是小於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一個性質 但是從而它就能夠 為我們這個系統的穩定性 提供一個保證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性質 那麼第二個性質是 因為這個所有的這個 這個 Lattice Coefficient 全部都覺得是小於1 所以各位如果剛剛有看到 上一張圖影片 這比較仔細看的話 我們每一次從這個 某一階進到下一階 這個 Error Variance 它其實具有一個關係 兩者關係會一直都會 兩者的比例會是 1-K平方 那如果 K 小於的話 1-K平方就等於是一個 它也會是 介於0到1之間的一個數 一個數值 那所以說呢 所以這邊就告訴我們說 Estimation Error 那這個 Variance呢 是當你越估計的話 就會越來越估計的越好 每增加一個 Order的話 它一定是 Guarantee 也會這個 Error 的這個 Variance 也會逐步的下降 也許是要收斂到一個 再也不能估計的情況為止 那所以這個是在 Lamson Derbin這個 Algorithm 它在語音的處理上面 有兩個非常 Powerful 的這個結果 那以上也是跟大家做個分享 那所以呢 我們再總歸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章節所 跟大家介紹的這個 總共複習一下 那麼看到說呢 首先這個 Linear Prediction 的問題呢 把它formulate 成一個 Least Square Problem 那這個Least Square Problem Turns out 你不用直接去解這個反矩症 我們透過Levinson Derbin的 Algorithm 就可以把它找到一個 等效的這個Lattice Structure 找到這個 找到一個等效的Lattice Structure 那這個Lattice Structure 如果FIR跟IR是完全是 基本上是Identical Relation 完全是一個 相同的Relation Between Excitation Source 還有我們的Speech Signal EFN跟SFN 兩者具有這個 這兩個結構具有這個等效的關係 好嗎 那所以這個 從而這個 所以我們看到說 左邊是Excitation Source 右邊是Speech Signal的話 這個等效的關係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把它對應到 一個多管節的模型 那在多管節裡面的模型 裡面這個Scattering Junction 裡面的Reflectances 也就是我們這個Lattice Structure 裡面的Lattice Coefficient 兩者是完全可以做一個 簡單的對應 好嗎 那所以在 繼續往前推的話 我們剛才既然講到Multi-2 其實說呢 我們知道說這個 所謂的Reflectance 跟它的Impedance Mismatch 各位如果記得 我們在這個章節最開頭 講到Impedance Mismatch 這兩者之間也有一個 簡單的E對應關係 那麼Impedance Mismatch 就可以去回推說這個管節 每一個管節它的這個 截面積的這個比率 也會直接跟這個Scattering Junction 或者說這個Lattice Structure的 Coefficient 這兩者有簡單的關係 所以總而言之 終於我們可以從什麼樣事情呢 只要給定一段Speech Signal 我用這個Linear Prediction的技巧 最後能夠去推估說 到底嘴巴的這個 每一段的形狀 那個管節的截面積 是在這個瞬間 是擺到什麼樣的位置 這就是一連串的這個關係 是完全可以對應上來的 其中一個關鍵的這個快速算法 就是Levison Durbin Algorithm